印尼慈基学校2011年7月正式启用开学 今年恰逢十岁生日 走过十载光阴 这所国际学校不仅重视学术质量 更以全人教育作为核心价值 在我们的目标和目标中 人生教育是一种荣誉教育 每个人在管理中 都必须相信和行为 像目标和目标 所以我们可以教学习 我们可以教学习 以人生教育的方法 从幼儿园的生活技能学习 到小学的基础学识传授 甚至延伸到初中及高中 培养正确的价值观 印尼慈基学校希望孩子 学到的是利他精神 和人生教育的观察 在其中的周围里面 在其中的周围里面 他们可以教学习 我們會嘗試把價值放在裡面 經過十年的努力 印尼慈濟學校的學生人數 從十年前的498人成長到 如今的2817人 配合學生人數的增加 師資也跟著增加 期待下一個十年 為社會培養出更多重堅動量 大愛新聞 德尼斯 印尼報導